索拉诺县政府傍晚宣布延长居家抗疫令到5月17号 而根据一家非牟利健保机构的调查 加州每4人当中有多达3人支持维持居家抗疫令 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欧志州的报道 这项调查由总部在奥克兰的加州健保基金会资助 在4月17日至22日之间进行 高达75%的受访者支持延长居家抗疫令 来控制疫情 即使这项指令导致经济受到显著伤害 只有一成的受访人士选择结束指令来刺激经济 其余受访者没有意见 加州目前有些民众抗疫居家抗疫令 这项指令已经导致2600万美国人失业 其中包括340万加州居民 加州健保基金会表示 调查也发现支持延长指令的人士跨越族役 所有族役年龄和经济背景的受访者 都有超过7成支持延长指令 基金会表示低收入人士虽然更加容易受到疫情冲击 但是他们更加支持延长指令 有高达79% 本周二也有一项全国调查得出类似结论 路透社和Ipsos机构在4月15日至21日对1015美国成人做的调查发现 有多达72%的受访者认为民众应该继续留在家中 直到卫生官员说可以安全外出为止 美联社的调查则发现 有61%的美国人认为 政府控制疫情的措施足够 只有12%的受访者认为措施过度 分析人士表示 这表示人们比较相信 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主任Anthony Fauci 和Santa Clara县卫生官员Sarah Cody所说的话 反对居家抗疫令的示威人士只是少数 并不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加州健保基金会的调查也发现 大多数人愿意遵守卫生指引 例如出外戴口罩 保持六尺距离 勤洗手和避免不需要的外出 而也有约六成的受访者认为 愿意向卫生机构透露自己的健康资料和行踪 来控制病毒传播 20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 app或上网sbtv.ktsf.com收看